這一節講的題目都是關於歐洲的 因為一直困擾著內地電動車的因素 就是歐美加徵關稅 其實美國打了百分百 加拿大都跟打了百分百 接著歐盟 他們明天就會投票決定 是不是對中國入口的電動車 徵收高達45%的最終關稅 現在歐盟有27個成員國 你要否決這件事 你就需要代表歐盟65%的人口的 15個成員國投反對票 彭博昨天就引述一些消息說 歐盟大佬德國暗示了計劃投棄權票 預料會有更多成員國 都加入棄權票的行列 其實德國的汽車製造商 大多數都反對加徵中國電動車關稅 保馬都反對 而老頭就引述 其實歐盟裏面都分歧 有幾個國家支持 包括法國 希臘 意大利和波蘭 有機會真的投票贊成的 如果真的投票贊成 其實意味著那個提案 是可以有機會 很大機會獲得通過 為什麼德國投棄權票呢 汽車業對德國GDP來說很厲害的 佔了5%的 也是歐洲最大的汽車製造國來的 現在德國那些大廠都反對了 德國政府其實都會不會有機會是 現在不單止氣權 沒有什麼最終有機會真的投反對票呢 是的 解釋一下現在的狀況 一些最更新的狀況 是的 剛剛你提到的四股國家 基本上都很大機會會投贊成票 如果假設他們投票的話 因為本身這四股國家 佔了歐盟的人口是3成9的 所以剛剛提到的 如果你是六成半的歐盟的人口 那些的反對 那才叫做反對成功的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就是說這四股國家只要去投贊成的話 其實這個協議 就是加徵關稅的協議就會通過了 當然你說可能 某些國家有自己一些自身的考慮 但是對於德國來講的話 那個的考量就更加之大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某程度上 德國的車企 其實有三分之一的車 其實那個銷量就是靠內地靠中國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加徵關稅的話 對於他們的影響就會很大 究竟大在哪一道呢 就是說因為 如果你假設真的走這一招的話 即是意味著有機會 來中國那邊 有機會可能有一些 可能一些報復的狀況的話 有機會可能向一些車企 轉到關稅 或者在其他地方 可能會有關稅 所以如果真是這麼做的時間 變相之下最受力的一個 就是德國了 所以為什麼他會很堅持來反對 甚至乎德國的車企 反對那個聲音這麼大呢 就是這個意思 好 但是中國車廠 當然就不會說在以待斃的 譬如造車的新鮮力之一小鵬 他們管理層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說現在考慮多眾方案 他如何在這個情況下 我已經沒有解決了